好 持續再來看到最近呢 這個很夯的超商冰淇淋 但是很多消費者發現 為什麼我家附近竟然沒有賣 原來其實呢 這超商要設點也是有PayPal的 我們帶您揭秘 像是在住宅區 還有適合邊走邊吃的觀光景點 另外有上班族的辦公大樓 都是設點的優先考量 而另外有的超商還限定 至少符合一天能夠賣出 800支的銷量門檻 想吃冰淇淋 但不是每間超商都有賣 像這一間就是因為附近 林立辦公大樓而卻評重選 打出來自日本原料機台 不管是草莓霜淇淋 還是牛奶或巧克力口味 都有高人氣 但想吃得先做功課 省得白跑一趟 很小的或者是連停車都比較不方便 或區域性比較偏僻的 我覺得那種大部分都會沒有 很多民眾發現 要買竟然家裡附近沒有賣 原來超商霜淇淋設點 業者可是有評估過 我們揭秘住宅區 還有適合邊走邊吃的觀光景點 以及不少上班族的辦公大樓 都是設點的優先考量 但有的超商還限定要符合一天 能賣八百支的銷量門檻 超商因地質疑 像這一家就因為臨近免稅店 賣起伴手禮 像是布尼蘇太陽餅茶葉大賺觀光彩 拿著菜籃買菜 但這裡不是超市 這裡是便利商店 野菜高麗菜紅蘿蔔超商賣菜 不是耍噱頭 就是只有部分的商店有賣 原來是考慮這裡的住宅區 可能沒有其他的超市賣場 或者是菜市場 我自己一個人住的話 他賣的分量都還蠻符合我的需求 不只考量地點 超商貼近民生 就連超商集團董事長羅志仙就說 今年超商除了加速展店 同時得注重單店管理 利顧客消費節控 擰定單店策略 門市幹部得調查周圍的顧客市場屬性 才能夠挑選符合門市需求的 商品進貨上架 在零售通路業競爭激烈下 從時間地點樣樣評估 才能抓住每個賺錢機會 記者區小片 劉亮亨台北報導